章鱼小丸子上面撒的是什么 章鱼小丸子其实也被称为章鱼烧 它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大阪 整份主要是章鱼 章鱼烧粉 柴鱼片 海苔 沙拉酱 章鱼烧酱等 章鱼小丸子上面撒的是日本柴鱼 又叫鲸鱼木鱼 是金枪鱼科鲸鱼的烟熏制品 将鲸鱼去除头尾鱼骨 紧踩腹部后方的肌肉蒸熟 再以柴鲸纹火探烤十余日 带水分干后成为外貌幽黑 坚硬如木的鱼块 感觉真的跟木头没两样 你看到的一片一片的柴鱼片 是将鱼块用机器削成非常薄的薄片 章鱼小丸子通常都是现做现耐的 而且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 纯正的章鱼小丸子味道特别好 会让人百吃不厌